在运动场上竞技的选手一般都是年轻人居多 其实老年人也渴望下场挥洒汗水 最近南非林波波省就举办了一场云老杯足球赛 开放给乐林妇女组队参赛 老奶奶们虽然已经年纪花甲 但踢起球来毫不逊色 打破了人们对运动员年龄限制的刻板印象 选手们在赛场上渐步如飞 展现过人球技 令现场的观众赞叹不已 但你敢相信这些妇女选手都已经年近花甲了吗 这里是元老杯足球赛第一天的比赛现场 身穿一身红衣和球鞋的是南非赫赫有名的奶奶足球队 球员们的年纪都已经超过55岁 却还是老当义壮 奶奶足球队成立于2007年 主要改善老年人的健康 不过任谁也没料到 这项决定激励了南非更多妇女球队的建立 可说是影响深远 66岁的巴洛伊曾经患有严重的关节炎 导致她走起路来十分吃力 但自从加入球队后 经过长期训练 现在病痛已经痊愈 而且也不再需要进行任何手术或药物治疗 如今她除了会参与球队练习和比赛 也会和丈夫还有五个孙子渡过悠闲的时光 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I am a striker I play position 11 For me To strike I feel good When I strike And when I strike Even my inner emotion I strike I strike physical And inside me So a lot of toxins come out of me When I am striking At my age I think If I was not in this sport I should have been confined in a wheelchair 在这为期四天的比赛中 共有32支队伍参与 其中9支来自南非 23支来自法国 美国等其他国家 运动使奶奶们烦恼还童 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健康 那我们还有什么借口不运动呢 马青社电视综合报道